可能有朋友不太认识我,那我还是要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 这属于是我的原住民名字,我来自台东阿美族 我的故乡在台东都兰村,都兰部落 听过都兰没有? 真的有吗? 有 不是台语的那个都兰喔 都兰是我的部落的地名 他在距离台东是大概北方差不多30公里的地方 是一个典型的大型的阿美族的聚落 如果大家有听印象的话,在去年 总统夫人有背了一个都兰国小书包 有印象吗? 有 为什么总统夫人要背国小书包? 他刚刚就背到我们都兰国小的书包 真的有这个学校啊,真的喔 我是都兰国小的杰出校友 然后我毕业于都兰国小 然后就救助我的都兰国中这样 我也毕业于都兰国中 然后国中毕业之后 就离开部落了 当然有没有离开去很远的地方 就是去台东市读高中这样子 但是比较少回去,那时候的实战 比较少回去部落里面 然后我从小就在部落里面长大 这是我的家乡 除非是我的阿美族的名字 他的意思就是木炭的意思 你知道木炭吗?烤肉在用的那样 你知道吗? 这边觉得很奇怪 原住民的名字都是用的 男生的名字都是用一些 像我爸爸的名字很好笑 我爸爸的名字叫Zaki Zaki翻译成中文就是笨懂的意思 我的阿公叫Vangas Vangas翻译成中文叫苦烈树 苦烈树前段子还开花 现在花应该都掉了 这是阿美族的男生的名字 大家会说这是 你一个人贵烈子 你一个人贵烈子 我们真正小的女生 等你们是在那里面